詞曲 李宗盛 這個講座我們是組織的第七 第七總共是五個講座 那第一講就請河老師給我們講講 這個唐室的魅力 中國的詩詞遠遠無常 在遙遠的古代 就有康曲老人雞爛的歌 日出而坐日入國西 早景而飲耕甜而是 地裡何有與我來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代 就有了詩今楚詞這樣活美的詩題 發展了唐代 詩歌達到一個寬古故意的歐 詩詩詩給我們見 都說 詩詩日文聖詩 曰師 一千多年以來 人們對唐室的寫 之情從未見落 唐室三百首 個個夢想阴上 唐室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魅力呢 那我们就请沈老师跟我们聊天 唐诗 他已经说过了 是中国的标志 可以说是 为什么说是中国的标志 唐诗代表了一个时代 唐诗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光贵灿烂的一业 所以我们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 国外的研究中华文化的人 也认为唐诗就是中国古代诗歌 你看我带到那些越南的硕士研究生 他们研究胡志明的诗 他的题目就叫胡志明的唐诗 胡志明的唐诗 很有意思 这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胡志明的汉诗 胡志明写上很多汉诗 写得非常漂亮 他不是说胡志明的汉诗 他是说胡志明的唐诗 我们汉诗 我们汉人都是汉人 但是我们汉人到了美国 不是讲一条汉人街 是一条唐人街 我们的圈套 也不叫做汉人街 叫唐人街 这就是唐 他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符号 成了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与唐诗很大的关系 唐文化大家不是很知道的 但是唐诗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这么讲 外国人讲到中国的诗诗 唐诗 他是这个概念 这就是唐诗的秘密 他是个原主的秘密 唐诗 他在中国历史上 在人类文明史上 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没有哪个 是哪个国家 哦 这个唐诗都代表一个国家的概念 没有 那么我们讲到西方 顶多讲到文艺复兴 它是一个文明的开端 是得了的 但是文艺复兴是很大的 但文艺复兴包括了很多就是文学代表 文艺复兴以后的 很多讲到 但是并没有讲到 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代表 英国的整个民族的形象 没有 这是个文人的形象 但是唐诗 它不光是文人的形象 不光是文学的形象 它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形象 这就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能做到这里 今天我跟大家谈一下 为什么 它的内定 为什么有 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就可以讲了 已经可以了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打成它 放在那边 对 我们还是 就这个题目继续说 刚才讲的 唐诗 是中国的一个符号 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符号 我们不能随便 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一般的人 理解都是 孔子 是不是 孔子 没有 这个概念是很有问题的 但我对孔子学院 我有我的看法 因为 孔子确实是 中国文化的代表 他的思想 博大精神 但是他 主要还是做一个教育家 他的哲学 是道德能力哲学 道德能力哲学 跟文学 它是很大的差距的 但孔子主张 用文学技术来教化学生 他喜欢 唱歌 弹琴 这就是主教化 这叫诗教 那么 唐诗 他不光是 讲诗教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诗教 唐诗 他继承了 诗经 处词的 那种传统 一百相成了 但是呢 他有过活 他有超越 这 就是我们今天 应该讲的 他的魅力 他的魅力 不光是接受了 诗经 唐诗 和乐福 更重要的是 他的超越 唐诗本身的超越 他的創新 才能够在整个大唐一代 这一代 作为文学的标准 作为文学的代表 这个里面呢 原因是很多的 所以我想 唐诗 他的魅力 第一个 就是圣唐气象的 大气 一定要有大气 才能够包罗万象 才能够代表一个国家 是不是啊 才能够代表一个民主 那么他们的大气 表现在从皇帝到歌语 人人都会做诗 正如旁堂 我这个是 因为歌语则是社会低层的了 皇帝是最高的了 你看 李世宁 有诗 李渊 太宗 高手 太宗 李渊的诗 这首诗 很有意思吧 他就跟着我们 研究诗经的 这个 陈良是研究诗经的专家 他有一个 把诗经三百零无首 翻译成他的语言诗 很有意思 他正在做 他是什么 里面的 朝书是长 明昌易短 口证兴邪 气忠贞与正国 忘信亦无乡 诶 这首诗很有意思 他前面是诗言诗言 诗言 对 诗言诗言 他有点像那个 后来的 诗诗诗 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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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诗的那个味道 常展句嘛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前面是诗言 诗言就是诗经 诗经 从他这里不得以看出来 他的一种传承 他的传承 非常明显 里面的 他是朝 他那个 会上 国家堂那种 李世民 诶 李世民 唐代说 在唐代 整个的姓声 与李世民 很大的关系 他怀 怀 怀 缓闪 书怀 诗言诗 盖案 赴唐界 济世 请妖明 诶 我当皇帝 要否计 众生 济世 啊 济世 连了我的名义 这个一开始 就电影了 他的那个 站的高码 星星 分辨曲 日语 数天行 遍野 屯岸 寄宇 寄宇 登山 归舞节 背水 诸神兵 再席 龙歌斗 今来 宇宙平 跟我们今天的 追求 我们要追求 盛世 大唐盛世 要宇宙平 你看 宇宙一世 在唐代的心中 跟我们以后 还要尽力强调 从皇帝开始 他这个大气 他不光是看到我们的一个大唐 看到我们的一个长安 他整个的心胸是内向宇宙 诶 歌语我们举例 是宗宗宇宇宇宙的 宗宇宇宇宇宙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花开看者 子虚在 摩带无法 空在世 那么很多人都在音这首诗 音这首诗 音这首诗就是说 哦 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注意 找朋友 找到个女生 静下来 你不要东减西减 这也是个历史 但是更多的 他更多的意识 他更多的意识 就在于 天人之际 要是 翠音 席光音 要 活在当下 面向未来 他很多很多的意味在这里 所以他这个 虽然是个歌女 唱出来的 一个劝自己男朋友的 一句歌 他就一种普遍的 普世价值 我们今天讲 就一种普世价值在 所以后来呢 大家在用 《斗修炼》是很有名的 唐代的歌女 那么还有唐代很多诗人 是为那些歌女们去写的 先参俗的 《打起黄音儿》 《莫叫知山提》 《提使惊且梦》 《不得道尿兮》 是的 那么 也是 等于是歌女 他是以歌女的身份 写出来的这首诗 也要当来 对远方的 亲人的一种思念之情 那么 那么 这样的 从黄帝到歌女 人人做诗 实际上是诗人是把诗当做的生活 把生活 诗法 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到文哲华 或者说 我们要把生活诗法 我们热爱这里的生活 所以 我们要写诗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 生活中的 审美的提升 我们把生活 进行审美的提升 这就是写诗呢 这就是诗话呢 是不是 本来就是普通的生活 但是你写出来 就提升了 你是在进行审美呢 在进行审美创造呢 你写出来的诗歌 就是一种审美的创造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诗人 能够把诗 当作生活的 是对诗的一种热爱 能够把生活 当作诗的 是对生活的热爱 这个诗 和生活连在一起 这就是唐人的 他的辈里所在的 所以我们讲 唐人随便 干什么 他都能够 引一手诗出来 我们现在要达到 这种境界 我们的生活 就是有质量了 所以我们讲 俗读唐诗三代诗 不会做事也会赢 当然 赢是无人赢 是写诗 就是做诗 他们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熟懂了诗 你遇到什么境界 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你登到楼上 你登高楼 马上就可以看到太阳 马上就可以 白日一山寂 黄河如海流 一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王子汉的 登观前楼 现在我们小学生 都能够背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好在哪里呀 他就是自己 坐着登楼的时候 他就感觉了 登楼有种什么感觉 一种登高的感觉 这种登高 这个人要登高 人要登高 我们的诗诗就是这样的 一登高就有诗 所以我们古人有句话 什么 登高的铺 可以为带铺 你只能够登高 能够把诗讲出来 你就可以做大观了 做大观 那个山比大铺 去圆了 去圆的观 他做得最高的铺 山比大铺 我们有世界的北方人士都在 大铺 你登高能够 可以为大铺 那么 黄志曼的这首诗 他就代表了所有的人 登高的一种感觉 是不是 他就写出了人人意中之所有的一种境界 每人的意中都有 我这登高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 我只有登高才看你脸 登高看的脸是很简单的 但是他把它诗化了 他把诗化了 接着他的 他的 绝妙字体 他就把这个简单的生活诗化 他诗化 要组织 组织什么 白日 太阳 黄河 地下 从上到下 天地 都有了 白日 一山尽 黄河 入海 如天地 露出来了 那么 再讲一讲 玉雄千里目 更上一层路 小朋友都说 哎呦 我们要天天相上 这就是 把诗变成了生活了 把诗变成生活 这个问题是无从无尽的 这个问题是没有夸时代的 唐人当时还写出来 今天我们的孩子 都还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台湾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香港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们温哥华的孩子 还是这样的 我们要向上 向上 再向上 这是唐人的高处 这就是因为唐人 他有这种正常气象 他整个国家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讲 我们要向上 我们中国 阅兵 向上 有个刘友 画中的权 阅兵 不要搞这样的 真理负能量 你就要 好啊 向上 哪怕是我们在温哥华 我们有这个 中国这种阅兵 我们应该振奋 要把这样的阅兵的诗画 让我们阅兵的 一定要写诗 我也觉得 用诗的男主角 提出他 用诗的感觉去看他 就很好 所以我们讲 怎样是把诗当作生活 是怎样把生活当作诗 生活上都是美的 我们一定 为什么写诗的人呢 诗人 我会讲的 诗人应该是活得很开心的 活得很美 他都是把生活 寄进生理处理 但是呢 我们在文化革命很长一年以来 他不是的 就讲那个 过程啊 黑色的眼睛 让我找到了光明 这样 大家把他当作圣经 说这个是 普通的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它 寻找光明 他在那里是很好 这是不普通的事实 你不要老是黑夜 所以 寻找光明 谁 李白一直在寻找光明 他一直在找他 但是李白他没有给我一种 很忧郁的感觉 他在寻找光明 哪怕他为了寻找光明 他以为原谅在水里面 他扑下去后 对了 很多人说李白就死掉了 在水里寻找原谅 死掉了 他为了寻找光明 死掉了 但是李白 整个的精神 都是向他们 他从来没有讲 哎呦 黑夜 啊 啊 从来没讲什么 啊 啊 我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不 啊 确实要给人听 一种精神 啊 给人家文明 李白 圣堂现象 就是这种霸气 要包容大度 啊 哎 这就讲多了 他的 诗人啊 互相吸血 互相帮助 互相债养 这个唐人很大别的特点 这是唐人很大的特点 你写的诗 他让你写的好 哎 他总是说好 唐人很少说你的诗不好 这是唐人的起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活到当下 要注意这种问题 我说人家写的诗 都是写的好 我不随便说人家的诗不好 但是很多人喜欢讲人家的诗不好 刚才我也讲了啊 讲那个黑色的眼睛 我讲不好 为什么呢 大家太讲好了 我说有时候也有不好 为什么 他 老师叫人 想到过去的那种不好的事情 叫人回过头去 澄清在一种 黑暗的 一种纠结之中 你自己不能够出来 有些人 我们来用个话本的手里 好了 如果还要纠结过去的事情 这不可能 这也不重要啊 就没有人人相信 你看李白豆腐 大诗人啊 很好的朋友啊 李白豆腐 手牵着手啊 在山东啊 半个多月啊 跟我们现在的朋友一样的 通常住啊 一起交流啊 手牵手啊 把外国人研究这个李白豆腐 这两个人是不是在搞同心面啊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旁边的诗人 都是这么友好的 所以历史上我们讲 李豆 圆白 这个圆枕和白居易 是不是啊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啊 高尘 高士和陈生 啊 韩梦 韩玉 和梦浩然 哦哦哦 哦 孟浩和梦浩 那么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这个孟浩等于是韩玉的 这个 怎么样 他这个官媚做的 但是非常好 那么甲导 跟韩玉 我们要退敲退敲 就是甲导整个路上 在寅师 碰到韩玉 撞到他的车子 那样是谁啊 是甲导 是吧 甲导整个路上 哦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写诗 是用申推 叶向很好啊 还是申敲 叶向很好啊 韩玉说 那肯定是敲好啊 这个很有意思 他们就是 看起来是非常好的 还有下面 下面的 这个 说我不是多孔子 这个 叫梁静诗 有一首诗 叫真相诗 你一下追不到 可能还在吧 还在底下 到时候你再可以回来 那 那就不把牙包 没关系 这一首诗 这一首诗 有首诗 几次见诗 诗中好啊 极观标格圣与诗 平身未解 常人善 到处逢人说相诗 诗 诶 这是唐人的一种观念 就是啊 杨敬之 他读了相诗的诗 他以前读他的诗 认为很好 认为很好 到有一次他们见了 他们念了 哎呦 相诗里人也长得很好 长得很漂亮 你人比诗还漂亮 我这个人 从来就是 跟人家在一起 我都想 相诗这个人不错 又长到 你可以一直往下走 没关系的 等会我再讲到 像是那首诗诗 那首诗诗 那首诗诗诗 平身未解 常人善 到处逢人说相诗 就证明了 唐人 他的这种气度 这种气度 关于这个 百居易 更有欲习的关系 也是非常好的 李白 你看李白的朋友非常多 我想李白 他有豆腐 是不是 还有 汪文 汪文 汪文是谁 大概跑进了半天 汪文 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李白在到处游泥的时候 在汪文的家里住 汪文家 酒 拿出来个很好喝 他就与汪文成了朋友 在山东的时候 是不是 他生朋友后呢 李白要走了 汪文也不知道 他走到汪文 看到李白 哎 不在呢 出来追 一边唱歌 一边追 李白已经成舟主了 李白成舟江峰寫了 岸上读问他歌声 是 桃花赶水深千尺 为其汪文送我情 你看 这汪文也寫下这样的诗 李白跟孟浩然 他管性很好 他功能在世面中 我爱孟夫子 封有天下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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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红脸 七冠脸 白手 窝松鱼 欣赏他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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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晴的境界 隐级的作品 写得很好 写得很多 好 这是一个 大器 最大的大器是李白 讲李白的时候 我就讲的 宋地儿讲的 亚熟兼兵的大器 亚熟兼兵 我刚才讲到了豆腐 豆腐是实际上 雅熟兼兵的最结束的代表 他的鲁雅 豆腐的鲁雅 他的這個叫做格律師是寫的最棒的 那是燈雅的 非常細節簡單的 夏日節節 小朋友能夠背著 兩個皇帝民粹一路 一漢白露上青天 創寒細靈千秋雪能夠東武漫一圈 很簡單的一手 小朋友能背著 事實上你看他這裡就有一個 失蹤有畫的問題 失蹤有畫 兩個皇帝民粹有 你看有黃有脆 它是一個顏色的搭配 而且有數量 兩個皇帝在這裡民粹 在翠牛人間裡 它始終有畫 這個畫 是有聲畫 它聽有聲音的 有皇帝在叫 你可以聽得到 所以他的畫是有聲的 一漢白露上青天 那麼這裡有兩個 那裡有一漢白露是一漢 一漢白露上青天 顏色就是白漆 你看它又是顏色 這裡除了顏色以外 前面有響聲 零 這裡有個動態的動作 上 一漢白露上 很講究詩歌的這種 遣詞造句 很講究動詞的使用 和顏色詞的搭配 這是很妙不得的 這是我們講的 這總是很雅的一種 藝術善造 它除了這種顏色詞的搭配 除了這種聲音的表現 動態的表現一半 咱們再看下面兩句 窗含西里 千秋雪 能夠動五萬一轉 哦 下次做到這個涼亭理念 從窗戶外面看上去 我們那個 摩基山脈 美國的那個什麼 好深圳都給那個 雪山 哦 雪山在我們前面 那個雪 看到了雪 這就是我們看到了雪 普通的人看到了雪 詩人看到的雪 跟我們看到的雪不一樣 他看到的雪是什麼 千年以前的雪 OK 這就是跟我們凡人不一樣的地方 他從看到窗外的雪 能夠想到那個雪是千年以前的 半年以前的 確實是 那個雪是中年讀化的 千年以來不化的 那西蒙拉雅在山的雪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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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千秋雪 我們拿幾天來講 喀布蘭這裡面有一種 環保意識 還在這裡面 呵呵 那個雪是千秋雪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雪 千秋雪現在還有沒有 有四字千年前的雪 我們就要思考了 好 倫破東武漫船 千秋雪是個歷史的眾生的 給你們啟發 倫破東武 哎 前面破的船 不是我們現在唐彈的船 是東武的船 他又給你們歷史的給 這個船是東武的 山國時候的船 是不是 這個船 它要跑多遠 萬里 它要跑到萬里之內 這是一個空間的拓展 一個時間的一個眾生的 一個追溯 一個空間的拓展 在簡單的小朋友 有一個讀的詩裡面 他就有這麼一個 強大的宇宙意識在 這種關懷 這種宇宙的關懷 這就不是一般的人的關懷 所以這個詩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詩 但是我們讀它 千秋雪 萬里傳 我的心胸不一直開闊 我讀了詩 我就 哎呀 趕到 不光是趕到豆腐這個人 這個人生 真比應該思考問題 要從歷史的深度 再從現實的廣度 這麼來思考問題 那我們講哲學哲學 哲學就是這麼一個問題 是不是 它就是天地 天朝 天人之地 我跟天的關係 我跟大自然的關係 我跟歷史的關係 我跟千年以前的血的關係 我跟跑萬里的船的關係 那這個船是東部的船 這個人生代表的是 你都來了 就是春江花月夜 所以我講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 他在唐甲西 顧天家島深堂 張洛蘇 他只有這首詩啊 但是這首詩 如傳到今天 春江朝水連海坪 海上淩月共朝生 奄奄水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如月 哎呀 哎呀 他的一開始 他抖月 抖江 敢看春天 看到花開 他的感受 跟我們就不一樣 唐人的感受 他就是 他就是 站在 中南無封的封頂 他來看世界 春江朝水連海坪 他看到春江朝水 馬上想到海 馬上想到寬寬的海 無邊無盡的海 想到無邊無盡的海 馬上想到海上的明月 海上的明月 你看看 我們喜歡看 明月從海上升起 那樣是整個狀況 海上明月共朝生 奄奄水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如月 你再看 人生呆呆無窮移 江月連連望相似 這就是哲學思考的 江月連連都是一樣的 連連是這樣的江 連連是這樣的月 看上去都是一樣的 沒有變化呀 不是江月代何人 但見長江送流水 你看馬上就來了 他總是把人和自然 結在一起考慮 江月 等人來 等誰來 我們就不問了 江月是等誰來 我不要問了 我們只想到 長江送流水滾滾滔滔滔 市者如是虎 符捨自無業 那麼一種歷史的一種消時代 那麼抓到今天 怎麼樣來珍惜今天的春江花月 就是到了後來 不知成月幾人歸啊 諾月搖晴滿江樹 跟一個無限的遐想 無限的思念 像這樣的春江花月夜 確實是你不偏壓到聖堂 不是聖堂 就是一件文章 一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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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倒了其他一種多 張若驅 不是很有名的人 現在變得這麼有名 他的書 也就這麼一首 寫得非常好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說 正大器 現在我們看一下 大器 現在 想到大器 想到大器就是米白的 槍盡酒 是不是 居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來 無負無怪 他看到了黃河水 他就想不到它是從天上來的 這跟我們人是不一樣的 但是仔細地一想 唐靈他是故事這麼想的 王澤萬 在冠权流的時候 當時 白石魚現在就有黃河入海流 他是從黃河入海流 從黃河去的角度 來考慮 哦 入白了 李白 反過來 他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天上來的 這就是詩人 詩位 你看 集法裡詩位 哦 他是一種 順的一種 順的思維 思路 水去了 黃河去了 欸 但是黃河是哪 來來來來來 這種理想思維 這個詩人裡面很多 這樣的順的思維 和立向的思維 立向的思維 就是一種創作性的詩 所以我們講 唐詩 他的魅力 很多 就是這一種 一種思維的創性 很多 就是思維的創 他的創造 他的這些創造 創造性的 這個 創造性的 寫詩啊 是創造性的 勞動 現在我們中國 寫詩很多啊 他以為 懂得評則了 就會寫詩 懂得評則 真的是好簡單的事情 那叫評則啊 但是我們有很多的 挑人家的詩 哦 你要符合評則才是好詩 但是我經常跟我們陳老講 我講並不適合評則了就是好 不是 一定要有詩意 是不是啊 評則 要有詩意 好簡單的評則 一罷這樣 我跟妳講 是實的 是格式化的 是平平適適適 適適適 適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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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則適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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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 由於他革命是必須的 所以唐代才出現了這麼多革命事 開始出現很多 但是唐代開始革命事的時候 並沒有革命 大家按照這個順口節奏來寫出來 這個平平折折是誰搞出來的 宋人以後才搞出平平折折 真正的平折是親人定下來的 吃福不是親人做出來的 明人坐了一下 定下來就是親人的 真正的天才的詩歌 它是不講平折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 天上愛 溫度到愛 不服懷 君不見高抬寧靜 悲百發 昭鬼青似 霧成雪 人生在世 續盡歡 末世金春 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 還苦難 它有什麼平折 如果講平折 你來的天才就沒有了 天才就被摸上了 但是天才的詩才是真正的詩 唐詩它的特點是什麼 是天才的詩 天才是不能模仿的 為什麼唐詩的魅力那麼高 因為它是天才的詩 天才是不能模仿的 所以魯迅說 好事已經被唐人做完 好事被唐人做完 為什麼 宋人已經開始講究平折 宋人已經開始講究 我總共也講的 唐詩和宋詩 宋詩的比較 到了清代 他也是 講平折的 等等等等 他就沒有那麼 也有天才 也有詩人的天才 但是詩人的天才 他都不是很講平折 我寫確定是 我是要求平折的 我並不是這樣 全都要平折 總共隨便寫 我是要求平折的 但是 平折並不是唯一的標準 現在中國內提 那你那些詩詩訊給你那些 很可憐 看你的詩詩首先看 平折好不好 平折不好 不行 首先你要詩意好不好 詩內容不容 有不是真正的詩 沒有 那我們講到李白 李白說一下 他不喜歡寫詩詩詩 李白 基本上沒有一首詩詩 唯一的有一首有點像詩詩的 就是 登金銀鳳凰凱 那是為什麼 他到黃河樓 看到了穗號的黃河樓 西倫已成黃河去 此地空於黃河樓 黃河一去不復環 百雲千載空悠悠 前川秘密 漢陽樹 方草七七 英武洲 日暮相關何處事 煙波江山 使人仇 這是什麼 李白當啊 黃河樓一看 哎呦 這首詩詩詩的好 眼前又景道不得了 崔浩提詩在上頭 我又在黃河樓 我看到這麼好的景 看到這樣的長江滾滾泡泡 看到了太陽樹 因為無心無助 我寫不出來了 因為崔浩蓮在說 黃總太好了 但是他心裡還是不安 他還是想要超越 他不在那裡 我還寫 他跑到南京 南京登了鳳凰台 他又感覺了 鳳凰台上鳳凰遊 鳳去太空江自流 蜈蚣花草來幽靜 靜待衣冠成古秋 山山半墨 雲天曼 二水中風白露出 縱雲浮雲能必日啊 長安不見 是人愁 這可能是米白的唯一的一首奇麗 他不寫奇麗 太現實了 中間要兩個對仗 他這個對仗讓得非常好 兩個對仗用得很好 平則也很好 那麼這首是米白的唯一的你首奇麗 二水中風白露出 對呀 對的非常好 都是對的 蜈蚣花草來幽靜 靜待衣冠成古秋 我好的對仗 非常穩穩的 非常好的 但是他就這首奇麗 因為搞一下搞這個對 對張曼陽平的他可能錯 但是米白的氣絕 是吧 天下的也是氣絕 傳說是米白的 米白 郎昌明 東木 三家的氣絕是最好的 米白的氣絕是太漂亮了 是不是 日照下落生死 腰看腹部掛前穿 飛牛人直下三千尺 一世迎合作出天 很簡單 我們小朋友都能對 但是他這裡也沒有種 他跟人家就不一樣 大大寫樓山的鄉樓宮 他從遠觀開始 遠看鄉樓宮 哦 除照鄉樓 鄉樓宮生死淹 淹氣生存 近看 還沒有近 少微近一點 哦 看到瀑布了 瀑布吹下來了 瀑布一世迎合 落九天 好 再跟著瀑布 那想像呢 這個瀑布很高很高 飛牛直下三千尺 一世迎合 落九天 再想像 他還是也是把天 地 有些形象 這個瀑布 這個瀑布 所以哪怕是很小的一首七訣 他也能夠寫出這麼好的 境界呢 這種境界是唐人的境界 它裡面有景象很多 你看 香油啊 日啊 日 他 米白喜歡寫太陽 喜歡寫月亮 他最喜歡寫月亮 剛剛小燕文聽到一下 他寫月亮 這個 這個 發見瀑布 嘛 發見瀑布 瀑布 瀑布 我相信了 舉杯妖明月 對眼神山人 這個 他是舉杯妖明月 很多人講 米白 太面亮 太面亮 他是在黑夜裡面 追求光明 他是在黑夜裡面 追求光明 他追求光明 最後也是 因為他 醫生也是非常壓抑 但是他壓抑 還是很自信 天真我才 地名 千金三金 懷孤 仰天大笑 出門去 我被啟示 捧貓人 我不是 在捧貓裡面的 這個 灌木蟲裡面的小文貓 我要陳大琪 他後來陳大琪 他就除了死的事情 戰算了 對 跟著 跟著 對 我差點被唐玄宗 給殺掉 這個 這個 唐玄宗的兒子 唐壽宗 差點被唐壽宗殺掉了 他跟著李寧 李寧 戰算了對 這個事情很複雜 這個李寧 和這個壽宗 李寧 已經說了 哎 李寧 他不唱 李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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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事大 驕傲之大 業徒之大 那你就流到業朗國去嘛 想這麼整他 本來殺他 後來不殺了 長有業朗 最後給大赦天下 流放的也由無洗頭心也就改變 免罪了 所以李白也有一首快詩 朝時百利 採民一夜 全力將你一時晚 兩安元聖體不負 青州已過萬富山 這就是在白地城的時候 他綠色 本來常有業朗 從白地城再去首套 再去四川 再到貴州的業朗 不要去了 他很高興寫了這首詩 李白這個人是很有意思 他的行動男也是 金盾清酒奏實現 玉盼 真秀直萬情 挺背獨奏 不能時日 拔剪師父信仿 玉對玉渡黃河 兵曬川 江鄧派堂 學滿山 賢奈垂雕 寶曬川 賢奈垂雕 賢奈 不如是 賢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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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承诺过了 还要磁化人犯 还要济沧海 还要斗众生 所以李白这个人他的这个精神 确实千百年来都能够 独立人们向上 我们今天喜欢讲正能量 李白哪怕是在最骆驼的时候 要被杀头的时候 他还是正能量 他说奋其智能 愿为腐笔 使还清大定海鲜清一 这是李白有中心的报复 他是很自信的 很自负的 认为我是满肚子才华的 我要奋其智能 要把我的智慧和能力 全不用出来 干什么 腐笔 做皇帝的腐笔 他算做宰相的 他自己认为后来 他不是三进长安 有的一进长安 两进长安 三进长安 我们不是说 起码两进长安 到了唐玄宗的面前了 但是唐玄宗把他当做文学弄成 根本就不重视 他认为他没有政治报复 没有政治理想 所以把他做一个文学弄成 就写写诗吧 陪陪贵贵呀 尼隆基呀 赏花呀 赏花也有 写诗 但是有诗讲他是嘲讽 嘲讽这个皇帝 嘲讽梁慧跟梁脸 后来被刺进放回 你还是回家吧 回去吧 我给你的一些黄金 拿起刺进皇帝 刺进换回 回去没多久 所以安石之门暴法 就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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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就实际上在唐代诗人出了里面 豆腐刚才也讲到了 豆腐他也是一种向上的 因为我们讲豆腐的这个 也讲到豆腐的牙和俗 豆腐的俗 三厘三厘 他的三厘三厘 就代表作毛为秋风所破割 这个都是比较熟的新乐福 叫做乐福的俗 所以唐人很讲究这一点 豆腐的牙和豆腐的俗 豆腐的牙和俗 夜头十厚春 有力夜拙人 老公越长走 老夫突门看 这个都是把这个过程写出来 我比较 读三厘三厘的时候 读十厚厘的时候 好像在看电视连续剧一样 他不光是百花门,他是戏剧文学 他是谁出场了,谁退场了 这个出场的人是替父利乎怡和禄 小官啊,很厉害啊 你这个老猴子到哪里去了? 你家里男人到哪里去了?都失光了 怎么只剩下一个老太婆女人了 后来他媳妇出来了 就是这两个女人在家里 那个力是来抓撞金的 我们今天想在打仗吗 没有 为什么我家里没有男人 这个老 further 又酷苦苦苦的 though 大儿儿子怎么样死掉的 儿儿子叶聂职这样的 第三儿子柴稳给你抓住那个 那么你现在谁要抓? 就把我抓去算 我抓去干什么? 今天晚上我去要给你煮板饭 好可爱的男太婆 真的是怒哭鼻下的这么一个老太国 这么一个平民老百姓的 而且他的诗写出的也完全是平民百姓的口本 其他的三历 同观第十号 强圈三手 强圈三手是比较雅的 我们也不说了 不 坐下这个望月 这个雅 无光就是雅 它就是一种气象 就是正常气象 望月 我们讲五月 都是写的三手望月的 一个是东月泰山 一个是南月恒山 还是西月华山 它说这个望代宗 代宗就是太太 代宗乎如何 齐鲁清雷鸟 照花终神秀 阴阳割荒晓 当羞生神运 绝赐入归了 会当临绝顶 一旦都给千人用万人用 我们今天也在用 我前面讲的唐人的灯高的一种境界 灯高的一种意境 灯高的一种气概 这就表现出来了 这是杜福二十四岁 由山东的时候 他的父亲在山东做一个讨论 他还比较年轻 当时他游移到山东 登泰山 登泰山 你看秦始皇还是封泰山 秦始皇要封山 封泰山 这个泰山就是中华民族的 为暗的高大的形象 像我们现在的领导人 可能都要悄悄地去泰山去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中国民族的 大崇高的一个标志 那么做皇帝的 一定要去泰山他 如果哪个不去 那可能他的臣子和建议 你要去泰山吧 你不去泰山 你这个江山可能难得 那么杜福 他在这里就讲 泰山怎么样 泰山 齐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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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绿 绿油油的 都是靠着泰山 这么好的 大好的环保的环境 这个绿圣 植被力很高很高 齐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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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边齐鲁 南边齐鲁 阴阳的南边 这个时候还是太阳高照 大白天到了北边 就已经是黄昏了 表现是山的高 这个很有意思 阴阳割灰角 写了这几米外 就开始写我们的感觉 这里要写诗 首先是写景写景写景 四句写景 到了第五句 开始转 齐 城 转 河 齐 我认识 蹲泰山 我认识泰山 泰山怎么样 我认识泰山 我认识泰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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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绿色 整个的山东省 都是一片绿色 都靠着泰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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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独备的景象 都挤动到这个地方来了 呃 而且这个泰山很高 呃 阴阳两面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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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腾着 好像在我胸中翻腾 鸟 素鸟 归来了 我是睁开眼睛 绝是我睁开眼睛 看 哟哟 鸟纷纷地回来了 从远看 最后的感觉 馈荡严荡 一定要 馈荡就是一定要 登上泰山的最高峰 这样 我登上去以后 一难 众三小 其他一山都鲜小 我的崇高 博物有大 我的崇高 我的气概 我的意志 都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圣堂气象 那么 督甫由于从二十四岁写这首诗 他就有了这种气概 所以他能够成为诗圣 他是关注民生 他刚讲的 童安逸 十号逸 关注民生 毛巫为秋风所破戈 安得广煞千烂剑 大地天下寒失 举欢眼 风雨不动 安如山 何时眼前吐吐见此目 无辱独破 受冻死遗嘱 关键在于杜老先生的最后这句话 他的思想境界里高啊 高在这个地方 大批天下寒事 都有高楼大散了 我一个人还是住在毛巫里 冰天雪皮把我冻死了 我也心甘情愿 这种境界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讲出这种话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真正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 很多的诗歌 没有这种 无辱独破 受冻死遗嘱 这种境界 所以祝福为什么是 都失圣了 圣远了 圣远了 孔夫子还没有这种境界 孔夫子虽然他也是想祭苍生 是不是啊 他的教育方法 教育理念 教育的手段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他还没有讲 我死掉 让大家不好 但他也有这种意识在 但是他整个的行动 大家就讲 孔夫子走来走去 到处还是想实现他们的 周公的一种梦想 我们讲的是这种影响 但是在历史上很多的 孔夫子 维娜无事无休 维娜叫做什么 工钱嘛 学生教他两盆拉肉 两盆拉肉就是他的提前的工钱 他也喜欢要 但是孔夫子当时的价格观念是对的 那你来留书 你来交钱 你没有钱你就交两盆肉吧 我肉多了可以去换点粮食吃 可以搞点什么 这本来是可以的 但是从中国有的人 补带一个圣贤 他就要求很高 就像杜甫这样 你应该像杜甫这样 你自己要死吗 你要叫我鱼 这种就是这样子 所以杜甫这种境界的东西 是很不一样的 是很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往下读了 杜甫李白是中国诗坛的高峰 李白他有很多可说的 但是很多普通的 那刚才我讲 很多普通的人 他的诗也能够传下来 现在我们的禅堂诗 已经是 叫做什么 挂一六万吗 已经是红毛迷脚了吗 那唐人写的诗很多很多 但不知道多少番多少番 我们今天看到禅堂诗 将近五万首 是不是 五万来首禅堂诗 有很多无名似的 有很多有名有姓的 他也是普洛将啊 特别是和尚啊 导师啊 和尚的时候写得很好 刚才我们讲的贾导 贾导他是个 也是个知识特别人的国家 他情况不一样 他也是写得很好的 但是我们总会要讲一个 时间不多了 我们抓住时间 时间不多了吧 四点半吧 四点半吧 现在我们 看下识了一点 对不对 我再讲一个 唐诗 跟宋师弟 这个和尚的诗 我又不再讲了 和尚的诗 唐诗 他的魅力 宋代的言语 在苍浪诗话里面 这段话 大家可以认认地记一下 可以看出来 他可以所谓定论的 他说 诗者 引勇情信也 盛唐诸人 为在兴趣 林阳挂脚 无极可求 不其妙处 透彻玲珑 无可驻破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静中之下 言有尽 而力无尽 这个说得非常好 我们讲 唐诗的魅力 宋人 概括的 如何 概括的 非常好 是 隐隐情信 就是表达 人的一种情信 思想情感 这正常诸人 没在兴趣 他写诗 在兴趣 他不在得律 不在写诗的方法 所以有人评价 李白是什么 胸口一喷 就是一个圣堂 他就喷出一口气了 就是圣堂 他不讲规矩 不讲规矩 你一讲规矩 你就手脚了 就麻烦了 就没有真正的天才的那种 自由挥赏 所以我讲的 我前面有个讲的 唐诗的 很重要的一个魅力 就在自由挥赏 自由挥赏 这个李白就是代表的 豆腐 他虽然讲革命 他也是自由挥赏 豆腐也是自由挥赏的 是不是 他自由挥赏 那么这里讲的自由挥赏 他不是讲自由挥赏 他叫兴趣 兴趣来 兴趣来 那我就放开了 是不是 就让他提进去 林阳挂脚 无极可求 林阳 他真是一个老师 列腹在追林阳 一样跑跑跑跑 哎呦 突然不见了 列腹到处找不到了 林阳吵起来把脚挂在树子上 你看你 列腹他在地上去 哪里有着急 有终极 找不到 这另一个意思 那么唐诗他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他在天上跑跑跑跑 突然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他像林阳一样 把脚挂在树子上 呵呵 悬空了 你可能就会有意思 这个唐诗的 他的那种美啊 他的那种魅力啊 就是这个林阳挂脚 无极可求 那么远离 进一步的把讲这种境界的这种美 还是什么呢 就好像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尽中之下 一种虚幻 它不是实实 你看它实实在在的 没有了 它是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尽中之 叫水中之月 水中之月 我们就想到李白了 李白就是给他 抓水中之月 掉下去淹死了 那是什么故事啊 但是 大家照这种故事 很有意思 就表达了唐诗的一种境界 也表达了李白的一种思想境界 李白的一种水中之月 尽中之下 尽中之下 我们学物理学 尽中之下是什么 假象 是不是 它是反的 是反的 真正的 你的脸 脸的颜色 不是尽中之下的颜色 很有意思 就像你写诗 你不要 就是这个诗 你写诗 就是 功夫在诗外 你写诗 必此诗 不行的 他在公布在诗外 你要在诗外去求 要在诗 情之外去求 这个诗之意 在这个诗的画的外面 去求这个诗画 这里就讲得很好 言有敬而有穷 本来我们要求诗 都是这样 要言有敬而地有穷 要给大家一个狭想的余地 又想象的空间 当然我们西方的诗歌 也要求这样的 也是一样的 这是诗嘛 诗跟闪文部一样的 就是要言有敬而地有穷 诗叫本小 我们规定的诗比较 二十昂 二十昂 要多少字 规定呢 言有敬 意无穷 这个是很好 很重要的 这个言语 对唐诗的评价 唐诗的内力 是古人就在探讨 而且古人在探讨 唐诗的内力的时候 往往是把他跟宋诗比的 因为宋诗 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唐诗好还是宋诗好 很多人有这种说法 有些人喜欢唐诗 有些人喜欢宋诗 也有很多人喜欢宋诗的 特别到清代 童之和光虚年间 出现在童光体 他们就特别推崇宋诗 而且特别推崇宋诗 而且特别推崇宋 黄庭坚 黄庭坚写诗 是什么呢 就是宋代的黄庭坚 宋诗的大弟子 说通过 宋文诗学诗 黄庭坚 秦万 曹古智 黄庭坚 是第一个大弟子宋诗的 黄庭坚的宋诗 黄庭坚的宋诗只小六岁 虽然他们是诗友相称的 尽量开玩笑 不是讲 开玩笑 黄庭坚 笑这个宋诗吗 他没有理的 理的是理的字 笑他的字 理的字 就好像大石头 夹那个奈阿玛一样 因为宋诗的字 它是有点宽宽别别的 宋诗讲 黄庭坚 你的字 就好像固字书上 跳到一个死舌 黄庭坚写草书 喜欢在最后拖一笔 你去看黄庭坚 拖一笔 就好像固字书上 他们两个人很随意的 黄庭坚 他在宋诗 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标准 他就是 主张写诗 要有来力 要 无一字无来处 他每个字都要有来力 要 点舌 要点吃成金 要这样 我们就不多说宋诗了 看看 言语是怎么讲宋诗的 从奇特方面来举起 奇特事上是唐代韩律 已经追求奇特了 所以人家讲韩律的诗 也在截区 但是韩律的诗 也是代表了唐诗的一个类别 也一种现象 唐诗的诗也是很多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展开它 所以讲做奇特会 宋人喜欢写奇特 所以以文字为诗 才学为诗 意论为诗 那么我们讲宋诗的特点 就是在三大特点 大家有提过 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 以议论为诗 宋人喜好议论 大家还记得到 毛泽东和陈一 一封关于写诗的信 毛泽东就说到 宋诗不要读 宋人不知道形象思维 那是图很简单的 唐诗是形象思维的 但是宋人不懂得形象思维 因为宋人喜欢讲道理 议论 所以宋人没有好事 这是毛泽东的语言 影响比较大 因为毛泽东喜欢唐诗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毛泽东他写诗也是 写诗词啊 他也是很兴趣来的 也自由挥赏 他做事情 做政治家里 有点好的事情 也是自由挥的 挥赏很多时间 但是他所谓大一个政治家 也有大军事家 这一点还是够有的 但是他说 宋诗 说到哪一半 就是宋诗 喜欢音乐 唐诗 他就没有了 我拿到最简单的 宋诗的 喜欢音乐的标准 同样是写楼山的 米白的 望楼山 瀑布 日到香楼 圣子宴 遥坛瀑布 挖浅 飞牛直下三千尺 已是无能莫得 那么我们再读 那时候香楼封的 书中的 人还在看书 提示了于 横看城里 侧城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识如山 征坚瀑布 只愿身在此山中 最后两句是什么 一论 讲道理去了 诗诗 诗诗就可以 但是他说 没有形象 社会呢 还是有形象社会的 并不是全没有的 横看成名吗 侧城宫吗 横看 侧看 远看 近看 那么最后 不是横看 征坚瀑布 只愿身在此山中 折礼 所以 素诗讲究折礼 他有折礼的议论 有折礼的 这个 物性在 都是写横看 都是横看 情况不一样 所以 陈中书有的话 就是 十分堂重 是 风格的 风格 兴奋之处 非朝在这里 唐诗多以封神秦运 唐诗 封神秦运 售诗多以金谷司律 监司律 这大概都是这种看法 非悦唐诗必处 唐人 售诗必处 封神秦运 这个没有意思 那么我们讲 有什么越南人讲 中国的诗是唐诗 唐诗 唐诗 他并不是讲 唐灾的诗 就是符合这种 封神秦运的 都是属于唐诗 唐诗 如果你在讲道理 特别是要追求评诗 那就是宋的以下的诗 这个句是晚唐诗 有的人讲 这是晚唐诗 也没有仔细讲是宋诗 这个 陈中书的这套话 很有意思 不过他这个也 不完全 《夫人秦运》 《歌有偏执》 《乏味真实》 《高明者经常》 《臣浅者尽识》 这一种说法 陈浅他就 哎 动脑筋一下 梁修士的写西湖 也是一样的 《水光念念其方好》 《山学空梦》 《与一期》 《运法西湖比西子》 《丹状能莫总相云》 他这个也有境界 是不是 也有比喻 比方 我们讲的诗要有风雅颤 富彼性 要有闲银 风雅颤 酯师所刑体 这个 富彼性是下面的 这种所诗 是污说 抣 《书科书》 而且呢 四光念念 太 thereュ形像所有 ça 倾方好 銜千 revis 山舍空蒙 山舍ко蒙 不仰 《喻与其》 耶 一 那个 但是他写这 modo 下边就盖世纪论了 一把西湖比西子 淡状笼墨 这个一文里面也有 所以说是为什么这样 这首写西湖有两首话 这首特别好传送 也在这里 他有很深知的哲学意味在 西湖比西子 这个是很特殊的 这个人家写西湖 西湖的诗歌千千万万 那就是苏师的这首写西湖的流传 为什么 人家就讲写美女很美呀 什么 樱桃小嘴呀 口如寒朱丹 子珠学冲针 仙仙着碎步啊 金诗妙不上 这是孤雯中最有名的 写的很漂亮的 罗夫里面也有写 诺神户里面 诺神户里面 也是写罗瓦生成 宁波若故啊 也有很多行动 这样 这种比喻 比喻 很多 一般都是把美女比作成余 诺艷 比作故 但是宋师是反过来 他把瓦比作人 西湖是一座谷 谁能想到把西湖比作人 诶 他比呢 把他比作西子 这是文桥调的词语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到宋师和唐师的区别的时候 有人没什么特别喜欢宋师 也就是这个道理 他精的细细的脚 细细的体会 所以像陈浅 很深层的很浅的 喜欢宋师 他很精的脚 他为什么把西湖比作人 哦 原来西湖就是浙江的西湖旁边出生的 而且在越国 他是个美女 后代对加勒五国 是把整个五国都灭掉了 这是个离国的 舍舍来救国的一个很重要的 红颜的形象 当然大家已经不是这么说了 但是事实上有这个意味在 西湖他美 他不光就是长得美 而且他心灵了 他有家国的情怀 这个越国灭亡了 那么把他加了渡国 把渡国的皇帝搞的颠山导师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胡思照朝啊 那么最后 把渡国的列长 很多人说 那就是西湖在这里 做了一个高党的一号间谍 与间谍的这个也是传说 但是把西湖跟西湖比在西湖 有很多牧师 那么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淡庄浓膜总相云 西湖没 历史上都讲 他没 没在哪里啊 他浓庄也没 淡庄也没 万头铺铺 不掩格色 他哪怕是万头 他这牧师还在哪里 那么这就是西湖的美 那么西湖的美 那么西湖的美 跟西湖的美 收视把它开头的进来 这个上面讲很多问题 我們來講唐師的魅力 還講講宋師的好處在哪裡 哲學的最後 還能打出來沒有 相當的時間最後都沒有 以後再講吧 最後那一頁 哲學的高度 我們寫詩 不講道理 但是你寫詩要站在哲學的高度 現在不打出來沒關係 就對了 已經是這個了 那是講李赫的詩也不錯 李赫是我就不講了 李赫的詩也很有特點 不說了 李商琳的詩本來還有很多說 這個詩講當時 我給你講一年都沒講到 李商琳的詩以後也講到轉去 對 但是我還可以講一下唐師的魅力很重要的 就是哲學的高度 哲學高度 你可以倒回去一點點嗎 打下來看看有沒有 我往下打 那可能是我這個課前還是有問題 因為我是臨時的 我記得老大名呢 就是臨時的 有時候很著名的 你可能小朋友還沒 不是很課 成長的 登幽周牌歌 前不見古人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子悠久 讀昌陽如帝下 誒 四句話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就是我站在幽周牌上 在這個時候 他一個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歷史的主張感 念天地自由 有幽幽空間 宇宙的意識 說一下 有這種宇宙的意識 非常重要 對 哲學的資格點 我先講成長的 登幽周牌歌 作為 他為什麼這首誓 能夠 他是聖堂 能夠代表唐代的氣象 他這首誓 四句話 就能夠代表唐人 一種修盡 前不見古人 過不見來者 天地之悠悠 天地是長存的 那麼我 一個人 在幽周牌 痛哭為啟 很多新世人 他就是模仿他這個 我倒在那裡 我痛哭為啟 為什麼 我太渺小了 我在這歷史的順變 真是太渺小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渺小 知道這個時間非常短 知道 短暫 知道 自己 在這個空間中 真是比一層沙力的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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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要成就大事 要做一塊實力 提提自己 他不是一種赴門量度的奧 算了 不是提提自己 當然也有整個的 對生命的衝擊 關懷 王凡志也是出唐的一個和尚 他的詩刻是1900年 有人在敦煌石窟 藏金洞裡找出來的 藏金洞裡面很多材料 其中就有王凡志的詩 但是這兩首 我贏的這兩首 當宋人 北宋的時候已經有人贏了他 當時還沒有拳擊出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有這麼多王凡志 一個和尚 他的生命意識 很簡單 百花式 跟我們今天的大百花一模一樣 我心問生實 明明無所知 天空強生我生火 生我夫何為 無一使我寒 無時使我寄 還你天空我 還我未生 這個典型的天人之計 我跟天的關係 你把我睡下來 你不給我吃的 不給我穿的 你睡下來的 幹什麼 那我把我自己 還給你老天去 那麼最好不要睡下來 這點看起來好像是一種 很虧虧的消息的東西 但是他在進行終極觀察 忍生 我從哪裡來 我要到哪裡去 那麼你老天馬 我睡下來 最好 我還是回到你那裡去算了 我沒有吃沒穿了 我不是沒有吃沒有下 沒有提神送上天 我沒有 老天爺沒送給我 那我就回去了 這很有意思 他是終極觀察 這個事實上 唐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和尚 他從這個詩裡面也看得出來 他這個和尚 沒有什麼 或是文化 所以他就把大白話 就寫成詩來了 很有意思 這是 塵埋土饅頭 現炒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 墨鮮美之味 教育者都是這樣的 你人在城裡面 你就是外面的土饅頭 土粉裡面的餡子 我們不是說 埋在底下 就是這個土饅頭的餡子去了嗎 一人吃一個 最後 你每個人吃一個這個饅頭 你不要嫌這個饅頭不好 沒有味道不好 人都要死的 這個死的一種辦法 這個生和死 是我把它加上去的 原來他不是這個題目 我都認為他 能夠進行生死的 人生的終極觀察 整個談論 實際上都在想這個問題 不想的過程中 他在做的過程中 每個人吃 他也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他也是生活的道路 他生活的醉酒 所以生活的品質是不一樣的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最終 你逃不過這個結果 是不是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 先講兩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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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想問一下 我們一直講明白的是豪氣 為什麼這裡只是講 都講的是大氣 都是整個常態的大氣 都適合不講個人胸心的豪氣 都說他很豪邁 但是事實都是一種豪邁 對 對 他把豪善也是有關係的 我們講這個 心與揮煞 他這樣就是豪 我們沒自己把他 心與揮煞 揮煞 李白就是心與揮煞 剛才我講的 李白胸口一碰 就是一個盛場 這就是豪 他把養天大笑出文去 我被啟示 很豪人 這很好 很豪 所以後來宋慈 就出現了豪邁派 晚夜派 好書共托 就是這些豪子 跟你來一條線下來 還有晚夜的 當然宋慈它就比較細 所以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探討一下宋慈 好啊 在場 問問很好 還有什麼問題 沈老師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對湯師先生講 那個品則格律 你說是那個 宋慈的時候才形成 一個格律的一些理論 但是 是不是這樣的就是 比如說唐朝 對 宋慈那裡朝 那種 默契的時候 就引向那個 唐心的格律是 還是扣攏的嗎 那當時的時候 是不是說 就是 理論是在現在形成的 但是 比如說 之前在討論 可能是 人們有一種不成本的規矩 如果已經有規矩了 有規矩 在審宋就開始了 審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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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審全齊 för的毛病 就是影響了結局 還有什麼 沒有形成那個 格律樹 我講沒有形成樹 看樹 看上樹 拼拼這拼這拼 沒有拼這拼 而是格律樹 德律的發展是一直有的 詩經也有一定的德律 儲詞也有一定的 儲詞也有10G、6G 基本上是這個節奏 它有用詞 有C、索爾 它也有一定的規定 它也有一定的規定 我是講過 秦正宗 詩土 在明代才有造品來填 所以清代初期都還沒有品可以填到 那只有照哪個? 你姓造品 我就看到你造品拿來的術師 我來填製 秦官體 開始還要怎樣? 都還沒有把土壘書定下來 我是講這樣 非常好 有問題 這個是有問題 因為我說 這個話是不慢 很多我就不說了 唐師的魅力 我就不講 唐師的格律是怎麼來的呀 我今天談這個問題 很好 聽得很好 聽得很好 還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到這裡 陳老師講的非常深重 必由未盡 以後呢 我們接著會再請 我們講 以後可以講更多 唐師、宋師更多 還有這個準備的 我現在要編輯一下一次 不好意思 沒理解 但我們也沒有經驗 對對對 今天就到這裡 非常地謝謝大家光臨 除了說 我們再次感謝 很好 謝謝大家 好 我來講幾句 如果有五個人 我要講 我的人入生上課 就是五個人上課 看到坐著這麼多人 我就馬上心血來超 就更加激動一點 謝謝大家 這個來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你們聽 我一個人對唱的獎 我不會對唱的獎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陳老師也是 連有性 亦無止 謝謝 謝謝 連有性 還是 謝謝 謝謝 謝謝